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到一年时间已经圈粉无数 我们这个店的客流量一直是很稳定的 像平时工作跟周末节制不会有很大一个差异 顾客基本上都能接受并也认同我们一个价格定位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日料的价格打下来 坐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会感觉整个店充满了日式元素 特别就是从一进门的那一瞬间 应该说氛围感是拉得满满的了 还有个地方呢 我特别好奇 你瞧食堂 不知道你有没有体验过日料店食堂呢 反正我没有 这个食堂就是打破人们对日料的一个传统印象 它既不是流水线快餐室的廉价日料 也没有资料交费 我们的定义就是让打工族和学生党 能吃到满足的一个日料店 所以在维持品质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会最大幸福地维持一个高的一个性价比 创意料理和实惠价格 让这家店收获了大量人气 但要应对嘴标的潮汕时刻 光靠评价的标签还远远不够 日式炸鸡是许多日剧里的烟火器所在 也是时下年轻人最喜爱的日料品种之一 炸鸡二字听似简单 但其制作也有十分细致的要求 鸡肉的选取是关键 处理新鲜鸡腿肉加入腌料 裹上炸粉 先别急着入锅 还得等待油温的阴云 日本的饮食习惯是偏喜欢一些油炸的食物 类似于天妇罗 还有可乐饼这些等等 我们吃款炸鸡的一个配方也是请教了一个日本的天妇罗老师傅 外皮的第一要说的话是油 油温过低的话会使鸡肉太老 然后油温过高的情况下会导致没有一个金黄色的一个外皮 你还别说 这个炸鸡果然是不同的 它的表皮是非常的酥脆 应该是香酥可口才对 一咬下去里面汁水都能看得到非常的嫩 所以是不同两种的那种口感 喜欢吃炸鸡的朋友一定特别的喜欢 而且它的口感还很像天妇罗 我还不能完全的吃饱 编导告诉我说要留点肚子 因为等一下有镇电之宝将会上场 我还能看得到 这款牛腥三维饭的话是我们店的一个正店之宝 我们将潮汕辣椒酱和日式的三维饭进行了一个结合改进 因为日式的一个三维饭很多人吃不习惯 所以我们这个改进的话将更多的人可以接受资料 但这份资料的话有了一个该品牌的味道 果然这个三维饭它既保留了日料当中的精髓和配方 而且又有咱们潮汕的这种元素和特色 吃起来非常紧密 我觉得这个配方还要给它点一个赞 这个蛋我真的超喜欢 吃到口腔当中是润润的那种感觉 而且整个口腔都被蛋的这种香气包裹着 这滋味太幸福了 哇终于来了 有这么一句话 无鰻鱼不夏天 因为到夏天的时候 鰻鱼是最肥美的季节了 鰻鱼控是最喜欢最兴奋的时候了 没有错了 因为这个季节的鰻鱼 它是最肥美最鲜嫩滋味最足 酸爽苦虾 奶酪豆腐 潮市高屑拌饭 这家日料大食堂的出品与创意 还远不止这些 至于还有多少隐藏的惊喜 就等屏幕前的你自行去解锁了 在美食遍地开花的汤头 人们对于食物的要求和性价比的需求呢 是日渐增高了 于是呢 各种商家呢 他们就为了应对老汤们的需求啊 是各出其招 层出不穷 于是啊 咱们善童呢 不仅有性价比高的日料店 还有一家性价比很高的店 他们的特别之处在哪里呢 竟然写在了店名里 咱去看一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近在汕头刮起了一股拌面潮 而刮起这股潮流的主角 就是这家开在地霞庄里的小店 土石拌面 土石两个字其实很简单 就是让大家用土石的价格 在土石的环境里 吃到土石环保的拌面 大家吃得饱 吃得开心 我们就心满意做 首先我们团队的四个年轻人 都是热爱创业的 然后就是我们想着开一家小店 来服务社区 作为我们创业的第一步 我们不仅仅是为了赚钱 还有就是想要积攒一些经验 这个店没有非常豪华的装修 也没有特别到位的服务 更没有科技而狠活 我们就是希望 凭着朴实的食材 朴实的价格 来招待到店的顾客朋友们 你好 这边有菜单可以看一下 看他喜欢吃什么 我们的热爱是土豆腻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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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豆腻泡面炒 这种碳水加碳水 朴实又独特的组合 在各大城市的美食榜单中 都能看到其踪迹 我们是受到成都那边的 土豆腻泡粉的启发 土豆腻泡粉它现在在成都那边 是非常火的一个新进的美食 属于一种网红餐饮 然后我们就觉得还挺好玩的 就想着说能不能改良一下 来到汕头这边开 自此这四名小伙 便开始了每天 与土豆打交道的日子 土豆泥的制作并不复杂 土豆泥的制作并不复杂 土豆去皮焖熟 倒烂再加上黑胡椒粉 最后还得加上一味蜜质卤汁 才算大功告成 在汕头开这家店的话 我们在出品方面 也是做了一些调整的 就是用土豆泥来搭配我们 朝上特有的欧蜜 然后就把四川那边的热乳 改成了我们这边朝上风味的乳水 单看这一碗面 我觉得有点像网上说的 最熟悉的陌生人 有没有这种感觉呢 很怀旧的糖瓷碗 那么第一口我要吃的 就是这个土豆泥 软软糯糯的 有点冰淇淋的感觉 它不是冰冰凉的感觉 是有温度的 而且拌着这种咸香味 在口腔当中慢慢的延展开来 我再拌面尝一尝 把土豆泥和面均匀的搅拌一下 你还别说 这个面呢QQ弹弹呢 非常的紧实 有韧劲了 特别就是因为有土豆泥啊 这种软软的东西 衬托出这个面呢 更加的劲道了 而且呢我还尝到了一股 怎么汕头特有的卤味 茶山人对卤汁是非常勤有独钟的 所以我们是用新鲜的骨头 去熬制出一盆高碳 然后再配上香料 这样一盆密制的卤汁就完成了 热卤牛肉就是选用了 牛的脸颊肉 这个部位是最适合卤制的 然后我们就是把这新鲜的牛脸颊肉 放入卤汁中熬制两个多小时 熬制完了以后还要浸泡几个小时 这样做出来的牛肉就非常软嫩有味 我觉得这个卤的牛肉好不好吃 首先那个肉汁要嫩 嫩的同时呢 要有它那种肉的本身那种纤维感 这点很重要 还有一点呢 就是吃完之后 你还念念不忘 想吃第二块 所以我觉得这是成功的 还有就是这里的帅哥呢 是很年轻的 这个小老板 然后呢他告诉我 他说其实对牛肉这个地方 他是非常有信心的 而且我觉得他们在做的时候 还是蛮用心的 很多的细节也能够感受得到 虽然是一家小店 但是我觉得他们这种 降薪的这种精神和出品 还是要给他们点个赞 特别是我配比啊 我觉得达到了营养均衡膳食 古人云 民以食为天 餐厅是提供食物 解决温饱的地方 但更是创造价值情感 人们关怀的地方 一道道具有性价比的菜 里面不仅仅有着美味的食材 更有着老板 为时刻考虑的那份善良和真诚 正如这家面店的老板所说 他们开餐厅 为的不仅仅是赚钱 更是为了通过微小的努力 让更多的人获得快乐和幸福 这种故事 每天都在咱们的身边发生 我对这家的面呢 印象特别的深刻 我觉得除了面本质以外呢 还有就是说几个年轻的 小弟弟他们一起来创业 他们对这些菜品 包括这个出品呢 他们控制的是非常好 还有一点就是性价比非常的高 其实对于喜欢吃面食的朋友来说 我们的口味呢更加的多元化 不妨也可以来尝试一下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 置业扇头优选宜宣 在此非常感谢宣宣地产 对本栏目的带领支持 也希望喜欢美食美景的你 能够一如既往的关注和支持 节目的公众号 STTV美食地图 上面有很多精彩的内容 在等着你 我们下期再会 拜拜 拜拜 拜拜